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吴宇森导演作品《变脸》 电影开篇反派凯斯就将枪 瞄准了正在和小儿子玩耍的警探 西恩 凯斯本想杀掉西恩 没想到子弹穿过西恩的身体 击中了西恩儿子的胸膛 西恩逃过一劫 但他的儿子却被凯斯杀死了 六年来 西恩一直苦苦追寻凯斯的线索 终于 凯斯和他的小弟落到了警察的手里 但在抓捕的过程中 凯斯因为爆炸的冲击昏迷不醒 被诊断为植物人 西恩多年心愿得偿 但还没等他放下心结 警察发现 凯斯和他的小弟 在洛杉矶放了一颗毒气炸弹 再过几天就会爆炸 凯斯成了植物人 没法审问 他的小弟更是死不开口 只愿意和他的大哥凯斯说话 爆炸的时间慢慢逼近 警察一筹莫展 西恩无奈之下 只好选择接受一项高科技手术 将凯斯的脸剥下 暂时换到自己的脸上 直到他获得小弟的信任 套出炸弹的位置 再将自己的脸再换回来 这项任务十分机密 只有动手术的医生 和西恩的两位同事知道 其他警察 甚至是西恩的妻子女儿 全都不知情 手术非常成功 西恩换上了凯斯的脸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变成了自己最痛恨的人 西恩从大笑 变成歇斯底里的狂豪 按原计划 西恩被捕入狱 顺利接近小弟 获取了放置炸弹的位置 完成了任务 正当西恩满心欢喜地 等待同事带自己出狱 回归原本生活的时候 西恩却等来了一个 顶着自己面孔的人 凯斯 原来西恩入狱不久 凯斯就醒了 凯斯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的脸不见了 于是绑来医生 为自己动手术 换上西恩的脸 不仅如此 凯恩还杀掉所有知情人 烧掉了一切能证明 西恩身份的资料 罪犯头子摇身一变 成了大警探 卧底的警探 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罪犯 没有一个人相信他 甚至还要在狱中 服不知道多少年的意 成了警察的凯斯 放弃了引爆毒气炸弹的计划 而是带着媒体记者 在距离炸弹爆炸的最后一秒 亲自解除了炸弹 并成为洛杉矶市的大英雄 之后更是大摇大摆地 回到了西恩的家 对着西恩的老婆各种套路 烛光晚餐 加甜言蜜语的攻势 将西恩的老婆 哄得晕头转向 甚至还扮演起了好爸爸角色 将骚扰西恩女儿的小流氓 痛打一顿 与此同时 狱中的西恩绝望之下 进行了一场监狱大暴动 西恩毕竟是警察 对监狱了若执掌 成功逃出了监狱 单枪匹马的西恩 为寻求帮助 找到了凯斯的老朋友们 凯斯的朋友们 也都是罪犯 但在这时 黑白正邪的界限 已经模糊了 电影着重刻画的更多 使兄弟义气 大批警察赶来抓捕西恩 这些罪犯弟兄们浴血拼杀 直到丢了性命 西恩面对来杀自己的同僚 却还是不忍下杀手 电影的结局 西恩和凯斯的战争 一触即发 也是吴宇森电影中 经典的黑白正邪之争 最后终归是邪不胜正 西恩杀掉凯斯 但将凯斯的小儿子 接到自己家中 显出默默温情 片中大篇幅激烈的 打斗戏非常精彩 无视风格浓郁 教堂 白鸽 慢镜头 一个都不能少 如果你是港片影迷 那你一定还会看到 更多英雄本色的影子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收看更多精彩科幻电影 请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见